大家好,我是肖肖,今天给大家讲解下一个残局 这个棋是一盘江湖残局 黑方这里只需要炮打相就叫杀 红方的四相被炮所牵制住,老帅也不能上来 而黑方这里炮一打相,有帅上不了 这个棋直接就叫杀 但是这样看来的话,好像根据以往经验 就要想办法将军连将带杀 但是在这一盘棋当中,如果洪荒地步 平兵一将弃军,弃兵的话,老将一坐 就算你载平,他可以不管你也可以 可以给你坐着也可以,那你这个棋呢 你也是干不了,因为你这个局 给他比较远 就给了一个竹,你就算吃平鞠砍竹 再过来一将的话 也是要两步棋,黑方这里只需要炮打相一步棋 如果说你进兵,同样也还要一步 而黑方这里只需要一步,也是来不及 根据以往建,连将带杀 在这盘棋当中,刚刚我们也说到 平兵,弃兵一将军 好像也是不行 在这盘棋要比较 考考一点,比较考脑袋 就要大胆的一种走法,直接退居回来 弃居 但是在你弃居的时候,黑方这里他是不敢吃 如果说他给你,他吃,给你吃掉 好,那我这样就进兵一步,我先叫杀 而你呢,这里居坎士,我再上来 那你这个棋不管怎么着 你也是弄死我 而弘方这里只是平兵一将,绝杀无解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说 黑方这里是不敢吃 但是你不吃我,我可敢吃你 所以黑方这里只能说是炮打像一将 等我上来之后 当时你这里不敢吃 你吃了我跟你做的,你进兵 我可就赢了 那这样不敢吃的话 如果说不敢吃,这里还不敢吃 他想能不能推炮呢 推炮回来拉住 但是你一推炮拉住 那我就进兵 我下一步骑,一样的 这里好像黑方还可以退居 来抽掉我这个兵 但是你一退居回去 我就可以居吃炮 就算你把这个兵一做 好 那我再,我这里再把炮 再把我的居一身再不平居 就杀 不管你是进居还是平居过来骑兵 那你这个骑都守不住我这步骑 所以黑方这里他是不敢 他这里是不敢推炮回来拉住 而只能说是鞠砍掉 我这个鞠来换掉 换掉以后 在老帅做掉 经过这样的一番交换呢 红方这里晒一步骑仍然是要进兵 那黑方这里双炮能不能守住这步骑呢 黑方当然可以守得住 他可以直接退炮回来 红方当其他的企业没法走 只能说是进兵 红方一进兵 下部平兵过来就叫啥 黑方当然会摆个中炮 等你再一过来 那我这里再炮给你打掉 炮打掉以后 然后你兵拱掉 老将给你做 那么这三个子力都没有 而红方有炮足 这个旗完全是可以剩 那你黑 那黑方有炮足完全可以剩 你红方仅有单兵 肯定也剩不了这个旗 所以红方这里是不能 但是你不能平平一将 但是你这个兵好像隔得远 虽然眼看着是隔得十万八千里这么远 实际上呢 你还是很快 就要平兵过来 下部再拱你 再进兵拱炮 你的炮一走 我平兵可就叫啥 如果你炮不走 我再进兵 那我就可以拱拱你这个炮了 所以这样好像红方 好像黑方这里又要败了 实际上黑方还没败 还没输 他可以这里再退一炮 再退一个炮 然后等你进兵的时候 他再来个担子炮 你这里把兵炮一拱 他就把这个一打 那这样的话 你这里平兵一将 炮一打 你只能拱掉一换 他有个足 那这个旗也还是会剩 所以黑方这里 但不得把担子炮摆上了手 红方这里是不会拱 而是一扭身 晒不进兵 再进兵 只需要一步起 就是一个斜三角的一个阵型 斜三角的一个兵的话 是怎么着都会剩 就看你黑方能不能守得住这步起 好像黑方还可以平炮等你再进兵的时候 他这个炮也就到位 你再进兵他就给你打掉 但是别忘了他是斜三角 他这样一进兵也是叫杀 他平兵呢也是叫杀 所以在黑方这里 在红方一扭身的时候 你是不能平炮过去 也就只能说是平足 平足的目的 哪怕你现在进 他这个炮打掉你这个中兵 那你这个棋也就没有意义 只要把你中间这个花心兵一干掉 那你这个也是剩不了 而红方想剩的关键点 就是这个花心兵 所以花心兵肯定不会给 那就只能说是平兵 弃兵一将 你也只能说炮也打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这个棋 我花心兵可就保住了 那我这里再进兵 下一步同样一进兵也是叫杀 黑方呢 想要解杀 只能说是先平一步炮 过来一将 等你真帅以恨 好 他就可以再退炮回来 来守住这步骑 你红方现在 你也没有其他的骑可以走 如果你一进了 你一进兵叫江 他炮就给你换掉 如果你不进兵叫江 你把兵往旁边走 那你也生不了啊 你只能说是把炮一拱 炮拱掉以后 下一步起同样平兵过来 再进兵也是叫杀 但是黑方这里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他会赶紧平足 这样你的兵不能过来 而不能过来 红方呢这个兵也进不了 但是红方他可以平率 下一步进兵 下一步进兵 这个起就可以借降 如果一将 你平降 再一将 叫杀 所以黑方这里 只能说是平降 等他一平降好 我这里再进兵 下一步一进兵 这个起就要杀 所以黑方这里也只能说是平炮 或者平足过来党 如果他平炮的话 那他也会吧 为我这里平兵一将 你只能平降 那我再一进兵 下一步一扭身 直接叫杀 所以黑方这里是不能平炮 只能平足 那你这样再一将 他一过来 你这里再一进 那同样他这里 你不能再平兵 你平兵过来 炮打掉 所以这也就是不能平 炮过来党 而是只能平足过来的目的 当然我这样不行 我可以再一平涮 当然黑方呢 他的足也必须紧跟着这个红帅 他也能赶紧再平足 你再平涮 他再平足 这一来 而红方也不能敢不敢走其他的旗 如果他走其他的子弟的话 那他只要把炮一摆 这边再一退 就可以打掉你这个兵 你也引不了 红方开放这里他就会不胜 所以红方也不敢走其他的子 只能说是用帅走贤旗 而黑方也只能说用竹来跟住的这个帅 所以这个旗呢 眼看着黑方开局 可以是一步就叫杀 一步就叫杀 但是红方也是三人至妙旗 也能走成这盘和旗 也还是十分不易 好今天这盘谈之语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球的观看